玩水防晒得要做好了 恒春有民众PO出了自己侄女的惊人对比照 照片上可以看到一边是白皙的皮肤 但是另外一边却出现了晒痕 原来这个侄女放暑假从台北回到了恒春玩 一直在户外活动还参加了游泳课 被太阳烤成了BBQ女孩也让她哭笑不得 女孩眼睛两圈白皙和古铜肤色形成对比 掀起瀏海还有一道圆弧沿着额头区分颜色 这形状不正好就是娃精和油帽 南台湾火辣太阳把人烤成BBQ女孩 你的脸是因为带挖镜吗 不止女孩就连女孩表哥也是一样 女孩叔叔看到简直哭笑不得 PO出对比照一边肤色白皙一边晒出挖镜 孩子们放暑假回恒春玩 户外活动加油游客就算擦了防晒 短短三天判若两人 现在晒这么黑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恒春半岛玩水有名热情阳光更有名 有人袖子往上一翻手臂两节颜色 这是国境之南基本款 另外比基尼晒痕是正妹限定款 至于口罩痕迹则是防疫期间才有的特别版 也有看到网友在PO说戴着口罩结果晒成那个口罩印记 真的是屏东的太阳太热情了 南台湾太阳火辣 暑假出游带回晒痕礼物 留下另类旅游回忆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